大家好 我是文瑞 这两天的美国主持召开的民主峰会在进行的同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中南美洲的国家尼加拉瓜 他宣布和台湾断交 然后和北京这方面的建交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是台湾在外交领域的又一个失败 然后等等台湾可能是会有很大的挫败感 等等也是北京对于民主峰会的一种抗议 采取的一种反制的措施 我看到这个事情以后我就笑了 我就笑了 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北京真是太愚蠢了 他们的智囊都在干嘛 这个事我觉得首先对台湾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不仅没有什么影响 对台湾还有很多正面的帮助作用 当然这肯定不是北京想要达到 但是他确实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台湾的作用 我估计可能蔡英文没准在私下里会偷偷笑 但是这个事情反过来对北京 对习近平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就这样的事北京他还是做了 所以说这总加速是真是 总是不让大家失望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一点点来分析 首先你说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说在经济层面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它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台湾它整个产业环境 对吧 就是以芯片为主等等 对不对 这个东西我觉得尼加拉瓜刚才断交 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的 反正从我的认知层面 我觉得不会有影响 这种经济层面的影响可以忽略 那么有人说这么做的话 会对台湾 就是会让它产生很强烈的挫败感 会让它产生很强烈的被孤立的感觉 你要说这事发生在前几年 或许会这样 但是这几年的话 我觉得不会 台湾不会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 像我前两天讲 台湾现在是高朋满座 三天一小宴 五天一大宴 总是来客人 而且这些客人都是很尊贵 从美国 从日本 从欧盟过来的这些客人 对不对 大家看到了 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好像别的国家访问的客人很少 但是台湾特别多 你说在这个时候 你说尼加拉瓜和台湾断交 那么台湾会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感觉 并不是很强烈 大家说是不是 就算是 咱就把话说的稍微深一点 就算是现在 所有的跟台湾建交的那些国家 都跟台湾断交了 我觉得台湾也似乎没什么挫败感 是不是 这么多高大上的朋友在这 也不差这么几个朋友 对不对 这话就说白了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说对台湾还有帮助作用 对吧 这边美国不是组织民主峰会 对不对 以前你说大陆欺负台湾 当然这个 这我刚才忘了铺垫了 就说 他跟台湾断交 然后跟北京建交 这个事情肯定是北京在背后运作的 通过利益引诱等等 这个我觉得 他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那么你这么做 以前你要这么做的话 大家可能也很生气 但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大家正聚在一起开会 是不是 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公然欺负台湾 别人都看在眼里 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大家非常生气 对不对 看你北京就会相当相当的不顺眼 那活过头来看台湾 台湾这么柔弱 这么这个就是 我们得好好保护他 我们得好好支持他 我们得好好帮助台湾 不就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吗 是不是 台湾这些年他都展现的很低调 然后凡事展现的出来的很 就是很示弱 就是这个示弱 也是用智慧了 我觉得他这个事情 他真的是台湾做的 真的我觉得 肯定是里面 他就蔡英文政府也好 整个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 做的就是你看 好像他没做什么 但是事实上 却赢得了非常大的这种 欢迎和帮助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效果 就是在客观上帮助了台湾 然后呢 那对北京这方面的影响呢 那倒基本都是负面的 咱们从哪开始说呢 首先你说人家这个美国啊 这主持一个这个国际会议哈 好 你到这来砸场了 对不对 你过来 这样这个就是尼加拉瓜 然后跟台湾断交 那你说美国能高兴吗 再加上这个尼加拉瓜 他就在美国南边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台湾跟他建交 那美国相对能安心很多 但是你这时候北京跟他建交 那美国说不舒服 总之你这么做就会让美国觉得 对吧 非常生气 那你们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 那美国实力强大 你们关系越差 对北京的这种影响和伤害就越深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现在是个什么时间点了 这时间点很关键 对北京来说 为什么 马上你就要举办冬奥会了 大家都在抵制你 现在很多国家已经站出来抵制你了 可能还有些国家正在犹豫之中 到底是抵制还是不抵制 对不对 就在这个档口上 你这时候你应该低调一点 是不是 你应该展现出 稍微 就是装也得装出一副可爱的面孔 你这个时候 你又在人家开会的时候 去欺负人台湾 欺软趴硬的那个状态 对又表现出来了 那人家已经算了吧 我不能去参加冬奥会了 对吧 我就得抵制你了 你不就起到 科幻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吗 对不对 自己给自己添堵吗 这不是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 对吧 人家台湾去参加民主峰会 它是以 几乎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资格 去参加的 对不对 那人家大家都在看 说你北京到底有什么反制措施 你到底能怎么样 人家台湾就去了 人家就参加民主峰会了 你还能怎么样 那 然后大家就等 等一看 原来你做的事就是 让一个国家跟台湾断交 对吧 你的水平原来就这么高 是吧 所以说大家就不怕你了 以后就更不怕你了 对吧 那台湾基本上就是说 以一种独立国家姿态 去参加一个会议 你也就只能做到这 你的实力也不过如此 那大家就对你以后 就没有什么忌惮了 对不对 来吧 咱们就密切的跟台湾交往 对不对 大不了 就剩下的国家 再一个一个 跟台湾断交就完了 台湾可能自己也这么想 无所谓了 那人家可能就放开手脚去做了 是加入一些国际组织 加入联合国 跟谁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可能人家就开始了 对吧 就是你的那个 你有几斤几两 你是什么成色 就通过这个事吧 人家就看清楚了 对吧 再加上就是说 这个事情你做完以后 北京 他肯定要拿很多钱 对吧 尼加拉高尔你说跟你建交 他在这个档口上 得罪美国 得罪台湾 得罪全球的很多民主国家 他冒着这么大的压力 跟你建交 那你是不是得拿很多钱 那北京本来就没有多少钱 没有多少美金 这个时候你还得拿出大笔的资金 搞这种 就是说 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的事 对吧 所以说 你就看吧 就是 我总结就来讲 对北京他没有什么好处 他还是要花这么多精力 然后去背着骂名 花点钱去做 所以说 你说他 这个智商水平 反正我就不知道 他们那个智囊 整天都在琢磨什么 对吧 这个事 咱就把话说白了吧 就是有一个村里 有个大户人家办婚礼 然后没邀请你老王 邀请老李 你就看不上老李 对不对 人家大户人家办喜事的时候 你就去砸场子 你说 你会是一个什么结局 对不对 正好反过来 你下个月 你这个老王 你家下个月 也要办一个喜事 对吧 人家 其他人正决定要去不去呢 你这 可倒好 你这么一整 别人就都不能去了 是不是 就是这么愚蠢的一个事情 我说的这个话说白了 但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 和老百姓过日子 其实也都差不多 所以说你看吧 就是说台湾和北京 他们做的这个事 你就可以看出他们这个水平 真的差距太多了 台湾这些年 你看看不险山 不落水 低调 弱势 失弱这种方式 一点点走 好像没做什么 但是其实他们做了很多 而且走得非常扎实 一步一步一步 总是能够占得先机 所以说我就觉得 蔡英文政府内部 人家那个智囊 那真是智囊 人家那了不得 对吧 你看好像他没做什么 其实 那没做什么 后面都是大智慧 我觉得是这样 人家能把芯片做的这么好 你看人在体现在外交层面的 人也是相当了不起的 总结一下吧 就是这一次北京搞这么一件事 对吧 其实就等于说是给台湾做了嫁衣了 蔡英文就得高兴的笑了 偷偷笑了 心里头可能还得谢谢习近平 你继续加速 可能得这么想 行 今天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